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講講房地產 今天的直播是我第一次的直播 也許真的沒有半個人 也許會有人進來 但所有事情都需要嘗試過第一次 才會有辦法 去有更多的突破跟學習 而我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就不動產的一個投資裡面 我曾經用35萬 買一塊土地40坪 但是這裡面有一句話我沒有講完整 也就是說我當時買的35萬 是十分八分之一 這個案子 是我一個在 網路上看到有這樣子的一個 法拍的案子 那當時35萬想說 讓自己去嘗試一下 看自己去打一個變價 分割的訴訟 其實完整不是變價分割的訴訟 而叫做分割共有物的訴訟 因為分割共有物的訴訟裡面 有三種可能性 一種叫做 食物分割 食物分割 我不想要講太多法條 但是我把法條裡面的內容 講給各位分享 食物分割也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土地如果可以切成八等份的話 那當然就實際上切成八等份 第二種是 叫做一部分 食物分割 一部分 也就是做一些 價金的補償 因為我們在切 不管是切幾等份 假設二分之一的話 也許有可能切得出來 那有些人切的地方 因為他零路條件比較差 或者是說他的某一些前提底下 造成他切的一個結果 他的一個價值 被減損的 這時候 法院在判別這一些的時候 他也許會做一些補償的行為 所以 第二個 是叫做 就是 原物分割再加上一個 價金補償 第三種就是 變價分割 而我們通常在買這樣的土地 通常都會是希望 最後法院判給我們東西 叫做變價分割 所謂變價分割就是說 整塊土地 一起送到法院去 拍賣 拍賣所得到的 價金 拿回來 變成說我們身上的錢 而錢可以分成 不管是八分之一 甚至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 30萬買透天的概念 他是 十五分之一 這些 的方式 就會有所不同 接下來我會就 在這裡面 我們做了哪些東西 去做一些分享 那 我們除了得到了一個 法院的變價分割 訴訟的一個 訴訟 確定 證明以外 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去做強制執行的動作 也就是把這塊土地 真的去送到法院去做拍賣 送到法院去做拍賣了以後 拍賣以後的結果 才會是全部的 我們得到的錢 可是在這裡面 因為我們是 送強制執行的人 所以 我們在送強制執行的人的過程當中 會有 法院 去做 查封的動作 去現場 然後 會有 開鎖的人 會有 警察 然後 連同到現場 去做 整個 不動產的一個 查封 那在查封的時候 其實 因為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經驗也都會有很多 不熟悉和恐懼的地方 那 把房子去做 查封 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 去事先去跟 那個 原現住人 去做一些溝通 甚至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 其他的一個 溝通 讓整個事情 處理的會更完善一點點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法院拍賣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查封以外 下一個階段 就會有所謂的 估價的問題 估價問題 其實估價是一個 很有 學問跟一些 呃 有意思的地方 法院的估價是 交由 估價師 估價師來做 這樣的估價 其實他們所得到的 一個費用 算是 非常的 不合理的一個模式 但是卻是 磨練所有 有估價師 在這個估價市場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那 因為 這些地方 變成說 我們可以就估價的一些 想法 去跟估價師做討論 然後 去取得一個 呃就是 當時的角色叫做 我叫做 債權人 雖然 本意上 我不是債權人 但是實際上 我那個角色叫債權人 那我就可以去跟 因為 顧價費是我 付的 所以我可以去跟 顧價師 或者是說 當時可能是 建築師來 那 來做一些細部的討論 在 那 最後 就是說 你因為 在拍賣的過程 你最終有 很多人是想要取得 這塊土地 所以你會有優先購買權的權利 這時候優先購買權的時候 你怎麼樣子 讓你的身份 可以在這裡面去買到 那買到的時候 其實從 一開始在買法拍的時候 你就是 需要做一些配置 你如果不在前期做配置 你在後期 才做 那 會造成很多的問題 像我當時在做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做錯了 我是用 法人 去買 這一個磁分的 那整個訴訟的過程 都是法人 那 這裡面就卡一個問題 今天你用法人 去買一個 房子跟土地的時候 銀行在做 所謂的 貸電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 核貸的 那就卡成說 我今天 我買了這個 房子卻變成要全現金 去做處理 有時候其實 會大家因為沒有經驗 然後造成這樣的錯誤 所以當時 我在這一個房子的 買的時候 是用普通的 法人 不是用普通的 原本的那個 就是購買的法人 去做的 而是用 另外的 我自己的名義 去買這個房子 那這樣子 這些地方 都會有一些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包括房地合一 在這時候 法人必須要就開始 做清算 你的一個 獲利的部分 那你 自然人的部分 進去買 你就會從這時候 開始去算你的時間 這是有一些 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後面就是再去做整理啊 促售的一個行為 那我今天來聊聊 今天一個 新的案子 也就是說 我在標題裡面跟各位所講的 如何用30萬去買透天呢 大家其實 通常在 這樣子的標題看出來以後 大家會認為說 不太可能 可是實際上 我現在講的都是一個 接下來 是可以發生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可以去查找到了這個案子 那 誰最後會去做這個行為 都是 未定之天 因為這個案子很特別 他是在所謂的拍賣的所謂 呃 就是 三個月的一個 時間 那在這裡面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一開始怎麼樣子去找這個案子 一開始在找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一般在去查找一個案子的時候 是從司法院的法派公告去查找比較多 呃 我找一下喔 看看這個 好 我輸了 我這沒辦法直接這樣子按 所以我直接從這裡面去給各位看 我一般在那個法院查詢裡面 我們會從這裡面去查找 我們剛剛講的是30萬 那 呃 我可以告訴各位這個案子是在 厚禮的地方 那假設說 大家不知道是在哪裡 那我們可能就會用 呃 全部 不選的方式 然後來去做 查詢 那來做這個查詢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有房子有土地的部分 所以 呃 呃 我們就是房子加土地 然後金額的部分 就是派賣金額 我們用 29萬個時 百千萬 10萬 百萬 欸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29萬 那到31萬個時 百千萬 十萬 個時 百千萬 十萬 好 我們來查查看看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案子 好 在 司法院這邊沒有 那司法院這邊沒有的時候 我們下一步要去哪裡找呢 我們要去 金融 呃 就是台灣金融資產中心 台灣金融資產中心在這裡 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會非常非常的不好找 那因為我已經是早就知道這個案子 所以我直接找給各位 這是在這裡面當中 我們往下看 這裡有公告三個月的印買期間 所以印買是什麼 我們每一個法拍在 呃 一拍的一個價格 到二拍的價格 通常行情在 是會打八折的一個方式 那 二拍到三拍再打八折 那接下來會有一個時間叫做印買期間 也就是三個時間 三個月的時間 你用三拍的底價 去跟 法院 說你要印買 看看當時你是不是第一個印買的人 假設你是第一個印買的 那就會 通知 其他的 可能的前提 例如就是說他有共友人 就通知共友人 通知共友人以後 確實沒有人願意來印買 那 你就是會變成就是 你會得標 然後來得到這個 那這個案子就是一個印買的案件 我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這要怎麼查 因為這是在台中的案子 所以是 中 金子 這個案例 然後去做 查找 搜尋 搜尋 因為這個我已經查過了 所以我知道在這裡 在這裡 第七頁 當中的 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 我們要從哪裡看出他原始公告呢 從這裡按這個公告 刮壺這裡 來 放大給各位看 這個是一個 在台灣 金融資產 服務中心 所做的一個 不動產拍賣的行為 那 這裡面就 會 很多人都會很有興趣 想要知道說 他是什麼樣的 原因被拍賣的 這個被拍賣的印買 就是 債務人 姓尤 尤先生 那尤先生的 案子裡面 他一共有 兩筆 標別1 跟標別2 標別1的部分裡面是 土地 門牌號碼是 南村路70號 那 標別2的話 門牌號碼是 南村路 72號 這都是 1樓 2樓 3樓透天 各位在這裡面可以看到 那我們看到這樣的資訊了以後 下一步要做什麼呢 下一步通常我的 個性上會先去做Google的一個地圖的查找 也就是說 呃 台 台中市 後里區 南村 72號 去查找 好 查一查以後 我們來確認一下 是哪一間 因為這個是 我們Google找出來的地址 實際上到底是哪一間呢 我們看到這個 就剛好這個門牌號碼是72號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72號是這個邊間的這一間 那 70號在哪裡呢 70號就往前一點點 好 72號是在中間的這一間 所以我們就是在繼續看他的一個公告裡面有哪些細節呢 公告裡面的細節就是說在這裡 使用情形之一 這個是標別一的部分 這個是標別一的部分也就是70號的部分 70號裡面寫說據查封筆錄的記載 1030第一號土地上坐落了一個未保存登記的一個建物 好 所以這個案子就是一個未保存登記的一個案子 那什麼叫未保存登記呢 也就是說他的一個 房子的部分是沒有建物的權狀 他只有土地上的權狀 沒有建物的權狀會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沒有建物的權狀 我們各位要去銀行貸款就貸不到錢的 所以這個案子裡面等一下我們就會去思考 我們有沒有機會從這樣的案子裡面去發展到 他的一個建物權狀是可以被保存登記的 我下面再來跟各位去探討怎麼樣子 我們先慢慢的來喔 那在這裡面第二個是說 這裡面是由債務人 跟家人居住 沒有出租 所以在這個概念裡面 他有沒有點交呢 點交的部分我看一下喔 好點交與否的部分都是不點交的 那不點交的前提有沒有這個標別一也是不點交 標別二也是不點交 好在這個標別二的部分 72號 72號是 呃有 他有租給別人租期到 111年的12月 那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我一般 我 兩個案子的話 我可能就會選一個來標 我可能就會選一個來標 我就會選72號的這個來標 其中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我不會想要去 讓人家裡面有自己有家人在住的 然後去做人家這樣子的去 讓人家離開 我不習慣這樣做 所以我在這個大前提底下 我可能只會去做72號的部分 那在72號的部分 我如果進去買的話 那 就接下來 我必須要思考另外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 這個建物 有沒有可能 可以得到 保存登記的一個 可能性 那 保存登記的可能性 要怎麼這樣子去做研究呢 其實 呃 在 台中市的話 如果你 這個建物是在民國69年6月1號之前 所蓋的一個房子 那他就有機會 去申請最早的一個 第一次登記 的部分 也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面 我打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次 建物 登記 第一次登記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查這裡面 台中市的這裡的資料 他必須要有一些資料 要申請書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呃 登記原因 證明的文件 然後 全體 起造人 的一個 分配的 一個協議書 這些東西 那其實這裡面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呢 最重要的是 你的 實用執照啊 完工證 名啊 稅籍證明啊 水啊 電費啊 這些東西 必須要在民國 69年 6月1號之前就已經完成了 那這個資料在哪裡查找呢 呃 我們要找這些資料啦 齁 來 這裡 這個更前面這個資訊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資訊 這個資訊 這資訊是什麼呢 我們 呃 要做建物的第一次登記裡面 我們必須要先查他在實施建築管理規則之前 他就已經有這個房子了 那 那所謂的實施建築管理之前 他是什麼意思 那各個地方 呃 他的標準又是怎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就是區域計劃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編定他的一個公告日期 所以說 在中部 像是說在台中啊 彰化南投 是在 民國69年6月1號之前 他 只要是在這個 時間之前的 你就有辦法去申請 第四建物登記 那 我這邊也多講一下第四建物登記 因為我也有做過第四建物登記 第四建物登記裡面有一個東西更重要是 第一次 測量 你必須先去做建物的第一次登 第一次測量 測量申請完以後 才去做 這一個 登記的部分 那 整個流程我想我在其他的部分再去做一個影片的說明 讓大家去更加的理解 我們先回到就是說我們去查找這個案子當中 到底有沒有在民國69年6月1號 之前 那 通常 這種東西我們如果假設說我們從法院的拍賣 我們是得不到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幾個資料 什麼樣的資料呢 我們查不到就是說他的一個 來 這裡 我們查不到他的 使用執照啊 完工證明啊 稅籍證明啊 假設他有做稅籍證明 我們也不一定看得到 因為我們不是所有權人 我們從第三人角度是看不到的 那 水費電費這個更不可能 我們更不可能看得到 戶籍騰本我們也更不可能 因為他不會給我們的 然後 然後門牌鞭 鏈證明這個我們也 不容易查找 那 唯一可以查找就是從 行 照圖裡面去看 現場 去看現場到底有沒有人啊 在 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讓我們知道說這個案子 有沒有可能 所以進來了這個以後 我們可以進來這個 我通常會點這裡 好 我要找圖 先找圖找找看 我們要怎麼找這個 地方呢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的 他的這個案子的一個 土地是在哪裡呢 土地是在這裡 敦南段 1027帝號 所以我們就從這裡 不是 對不起 地級 台中市 後里區 敦南 等我一下喔 敦南段 這裡 1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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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0 這是0 0 靠 有了 等他一下 我猜 我猜應該是沒有人看 但是 我不管怎樣我都會把這個直播播完 呃 我相信這個東西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 對很多 實際上你真的有在做不動產的人 其實是不會有人願意去跟你分享這樣的資訊 那 為了我要把 這個 youtuber的這個角色做好 我願意分享一些 我實際上在這邊做的一些 經驗值 然後跟大家來做分享 那 等一下喔 他現在 沒有給我顯示 有幾種方式啊 有幾種方式啊 我們從這裡有沒有看到 這裡直接拉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在哪裡 厚重 然後我們從這裡去看 然後我們從這裡去看 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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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動產有很多東西 你必須要很細膩的慢慢去找 麻場路有沒有 南村路麻場路在這裡 然後下一個地方在這裡 麻場南村路的這裡 大概七星街 我們看看從這裡可不可以看到七星街 有沒有看到大概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的位置大概是在這裡 七十二號八十幾號 所以沒有七十二號 所以大概是在這一段中間 好 以這個地方做找圖 有沒有 我們就這樣子定了這個位置 那定了這個位置 接下來從這裡按 我們來做年份的設定 我剛剛講的這一張有沒有 這一張圖裡面 就是69年的6月1號 所以我一般我會先查 69 69來做查詢 有五張圖 有五張圖 有五張圖了以後我們就點開來看 按 點開來看這裡 按這裡 這個要同步縮放要按一下同步縮放 好 好 在這裡 好 代表那時候這邊的路都還沒蓋起來 有看到 這裡只有山峰路有一條 山峰路 我現在箭頭的這個位置 山峰路 山峰路 然後大概這裡有一條 另外一條路 所以大概這裡 我們只能夠看到這兩條 好 這個圓圈在這裡 這個圓圈在這裡 所以這一條 這條理論上應該就是南村路了 有沒有看到 就這裡 這個點跟這個點是相通的 然後這個點跟這個點就會是相通 下面這裡就會是南村路 那南村路這裡 我們就是我們的地址就是南村路的70號 南村路的70號 大概是在這位置 這個因為我事先有查找過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這位置目前都還沒有看到房子 所以在69年沒有 那69年沒有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再往下去找 75 好 75看看 有沒有圖 75沒有看到 有25張圖 來看一下 這個不錯 這個很靠近 所以這裡就看到大概是 南村路就是在這裡 大概就是 我們的線框在這裡有一條 所以 滿一點喔 大概在這裡 然後在這個地方 大概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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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是沒有 那這樣子的時候 我就可以猜測這個案子 它不是在69年6月1號 就已經有蓋有的房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案子裡面 就會卡一個問題 這個案子 它最後的建物 沒有辦法 拿到保存登記 那你就變成這個案子的效益就不會大 所以通常在這樣的前提底下 我這個案子 我通常我就會不介入 因為 一個沒有保存登記的案子 然後 然後 雖然 它的一個整個土地面積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土地面積喔 1027的一個土地面積是 101.75 101.75 這裡 101.75 乘以0.3025 它土地面積30坪 土地面積30坪的話 然後現在是30萬 乘以15 因為這是15分之一嘛 450萬 450萬買30坪 在厚里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嗯 現階段對我來講 不會是一個很便宜的概念 但是 我還會再查找幾件事情 其中一樣 跟大家把所有的秘密 都洩漏給各位 什麼查找呢 我會查找說 在這個建物上面 呃 我裡面有多少的一個 持分所有權人 那 持分所有權人 他們的姓氏 是 各是多少 我想大家應該 會比較少有人 直接講到這麼的細 然後直接告訴你說 這裡面可以怎麼查找出來 那 那 我給各位先命 我用的軟體是 這個 然後 我們用土地的方式來找 呃 他在台中市 後里區 蹲南段 10 2 7 0 好 在這裡 那地點就在這裡 來我們確認一下他跟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是不是一樣的吼 呃這個在 等我一下 這裡 確認一下1027 1027 30.77平 那我們來算一下是不是30.77平 有沒有在這裡我們剛剛講的101.77乘0.302530.77 好這個是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上面有寫說他是假種見地 那看一下他是不是假種見地呢 我目前沒有很明確在法院的資料上面寫到他是這一塊土地是假種見地 但是這一塊應該是不會錯的 所以我就會去掉他的這個 藤本 土地的部分 好我們看到了他全部都是姓 油是主要的姓 然後有兩個人不一樣一個姓和一個姓陽 那我們這個個案的一個就是債務人的部分 確實是姓油 所以這個的地點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那這時候如果我也真的覺得這個案子是有投資的可能性 我在這裡面我就會去調出姓和的在哪一年買的 姓油的大概在哪一年去做 不管是他們是繼承啊或什麼樣原因的取得 那姓陽的在什麼時候取得 知道這幾個了以後 我會去思考我要不要出手 假設整個投資效益是可以出手的 我就會嘗試去出手 那得到的結果我就會把這樣的結果放在 就是說自己的一個想要投資的一個案子 那各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現階段要買到便宜的不動產 其實你必須要經過一些比較有技巧性的方式 才有機會去得到比較有價值的物件 不然的話你其實你要從一般的中介裡面去做 其實相對難度很高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這些就是 我如果假設我要去做一些磁分物件 我會怎麼樣子做的一個經歷 我想我把整個我要去查找的過程講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這是整個我會查找的一個邏輯和流程 那雖然我們今天的一個直播沒有半個人看 但是我不會氣餒的 我還是會把這樣的東西分享給各位 那我也會嘗試著把我們這一段的一個段落 看看能不能輸出變成是有字幕的模式 來分享給各位 那今天的大概的概念就是到這裡 我最主要再把做一個總結 也就是說我會先在鍵盤裡面先去查街景 先去查詢一些持有人的姓名姓氏和人數 然後再去查一個隆寧航空測量局 我剛剛這裡少跟各位講到的人數的一個重點 人數的重點在哪裡呢 也就是說你到時候去申請被告會有多少人 來這裡才十個而已 其實這個十個算很少的 所以這個案子算是如果真的要打訴訟 算是不用去管他十五分之一 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數有多少 人數會比什麼都重要 然後接下來是如果假設你有去取得他們取得的人 有時候你們會看到他們的取得時間 如果他取得時間非常非常早遠 那你必須要擔心這樣的物件會不會卡到一個東西 就是說他的家裡面的人是很古老的一個人 所以很古老的一個人就是說 他如果民國在十五年就取得這個土地 那十五年你想想看那時候整個資料的查找 你在整個政府的查找資料是有多麼多麼的困難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在去判定這個案子 到底值不值得投資的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大家要請記得喔 登記次序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然後這裡面登記次序最遠的地方是十三號 那我就會去看登記次序十三的人 他是什麼樣的原因取得 如果當我查找到登記次序十三 他也是法拍取得 而這麼久都還是沒有人去做變價分割 這個案子我也不會去碰 因為這樣子其實人家投資客 找到在那裡等好好的 在等你來做下一個動作 沒有必要 好然後接下來是 我會去查航空測量圖看看 他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一個建物的變更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有權狀跟沒有權狀的差別 我想大家都會很清楚 一個房子是有權狀的 當然他整個在後面的貸款都會方便多了 所以在房子的價值就會差很多 那我們把一個沒有煮熟的東西 從頭到尾料理到煮熟到變成一個美味的東西 這個加工的過程絕對會 會給我們 該屬於我們的利潤的部分 來下一個就是我會去現場去查找 現房去查找什麼 查找現住人 問他們說 你們有沒有打算去買回來啊 像通常上面所看到的十個人 那現住人可能只有一戶人家 那一戶人家他有些人是不願意去把它買回來的 甚至有些人不知道要怎麼買回來 你這時候也許可以去跟他們聊說 那我買回來以後轉給你 那轉給你的話是多少錢 或者像我自己本身我是有做代標的 我就會告訴他說那我幫你代標 代標的話我收多少錢這樣子 接下來就查一些街坊鄰居去聊聊看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查特本上的異性 查特本上的異性是什麼 就是查這個 我會查姓和的 姓楊的這些人 因為這兩個人不是姓尤 因為大多數都姓尤 尤的話只要知道 他們原始取得的時間點的話就好了 那這兩個不是 那他們是什麼樣的原因取得 我會很在意這些地方 好第三個層次 所有的案件我會建議各位 你最好要有一群跟你合作的人 一起來做討論 大家這個案子要怎麼樣子的一個 可不可以買 那買了以後任務要怎麼分配 那大家要怎麼樣子把這個案子給做好 當你有辦法把這些架構都架構好了以後 你今天去做這些投資 才不會在一個 自己會擔心的過程當中去覺得說 不知道該怎麼做 以上這些東西就是我自己本身在做於 此份案件的時候我整個流程 我想很詳細的開箱曝光給各位分享 那謝謝各位今天就到這裡結束了 謝謝